最近网络流传一份来源不明的伪造总统府公文图片 捏造台湾引进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污染水进行处理跟排放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假讯息和认知作战 这张造假公文图片恰好出现在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特使团来台访问期间的深夜 而且说谎不打草稿撰写公文书的程度拙劣不堪 完全不熟悉台湾的用词习惯和政府体制 而且夹杂简体字的用语 这就是标准的认知作战手法 民主金部长严厉谴责这样的网络造谣恶意行为 尤其是以中华民国总统府为目标发动假讯息战 试图撕裂台湾内部的团结 这样的认知作战手法值得国人注意 根据国防安全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共年报 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可以视为灰色地带冲突 难以区别平时或战时 而且会消耗民主资源 认知作战是藉由资讯与冲突的手法 达到改变思维 进而改变行为的目的 同时官方与非官方军方与民间等协同晋级 并不受限平时或战时 而且善用敌方 我方 国际媒体与新媒体平台 我们可以从图片里面列举五大明显错误来看 第一 发文的日期是今年的4月16日 但公文却在4月15日就在网络上流传 并且在推特上散布 显然这是一份来自未来的假公文 第二 总统府如果要发函给国防部 会直接写国防部 而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 这样的写法不但话舌添足 也不是我国政府公文书的写法 第三 公布后 解密的后 明显是简体词用法 第四 在该假图片中 例如中华民国台湾高雄市的用语 或是在孙中校后面 附上兵级号码的用法 这并不是台湾人习惯的语惠 也不是我国婚文书习惯的方式 第五 最重要的是 中华民国总统府并没有内阁会议 对此 总统府第一时间已经对外澄清说明 并且向警方报案处置 呼吁各界不要转传假讯息 也不要以而传而 近来 网络上类似的假讯息 不深美举 目的都是在撕裂台湾社会的内部团结 是典型的误导民众的认知作战手法 我们要再次呼吁 对于来源不明的文件 务必要提高警觉 注意自身的资安保护 也希望社会大众千万不要转传错误的假讯息 避免成为不法错误顺序的通路